作為一名YouTuber 最想要的就是拍出好的畫面 但同時又不用太重的器材 因此 就在最近入手了人生的第一台 GoPro 那從頻道開始到現在 從一開始我使用的是Canon的77D 後來更換為這一台Panasonic的Lumix GH5 然後到更後面為了能夠拍出比較好的閃景 以及可能拍照可以有比較好的呈現 我們在入手現在在拍的這一台 Sony的A73 不管是GH5還是Sony的A73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真的太過奮重了 帶出門啊 其實你背包包又要拿一顆東西 機動性就沒那麼高 然後也沒有那麼好方便攜帶 同時因為它真的很重 有時候就會懶得 帶出門就會有很多畫面 很可惜 沒有拍到 那經過了非常非常久的考慮之後呢 終於在今年購入了這一台 新的 GoPro Hero Black 9 GoPro 9 Hero Black 那因為我畢竟不是什麼 專業的相機評測頻道 其實這東西我就只是比較希望它可以符合我的一些使用而已 因此這次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購入它的一些心得 順便來帶大家看一下 一個穿搭YouTuber 到底平常在幹啥 首先第一點啊就是它可以架在任何地方做很即時的第一視角拍攝 因為像以往我拿單眼拿其實要拍攝 有些時候你要手持 萬一東西很多其實手拿不是那麼方便 GoPro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買一個這個 夾子 然後你可以把GoPro直接夾著 就可以錄到很多不一樣的第一視角 這樣對我自己來說啊 可能在影片的剪輯上 可以有比較多不一樣的這個 場景轉換 就滿符合我的需要的 怎麼過來 汽車啊 架著我的心 我是 媒體的工作日常 今天來搶先開箱鞋 開箱哪一雙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再來就是它除了可以架在任何方便的地方之外 它記憶體非常非常的小 很容易攜帶去記錄一些我的工作畫面 以及工作的這個 狀況側拍啦 同時呢GoPro的防守站也是非常非常一流 好 現在在 拍照 然後 測試一下 攝影大哥在幫我拍 邊走邊拍的感覺 通常拍到就是這樣 會有很多人 審核照片 然後 我就要負責擺一些 有的沒的姿勢 如果我要做簡單的日常紀錄 都是蠻方便蠻OK的 又或者是有時候可能希望朋友可以幫我撤錄一些畫面 就一個按鍵按下去 也不太會抖 也蠻平穩的 今天 出來拍三套衣服 有熱 好熱 超級熱 還有今天 天氣稍微好一點 中餐真的 很多 女生 雖然說現在看不清楚啦 可是 對 這邊都是 以方便性 還有手震來說 給朋友 或是我自己 平常帶書門要測錄 都非常的 達到我所希望 需要的 輕便性 那其實我本來蠻擔心的是 GoPro的收音問題 因為GoPro 它在 這一次九代 它只有一個基本的 內建收音 它不能去外接收音 除非你等它 之後的模組出來了去買 才可以外接麥克風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我使用的時候啊 是有一點擔心 它的收音會不會 太爛 就是太廢 這樣 今天是GoPro9入手的 第三天 然後 繼續測試 現在要去 UNIQLO的活動 順便來各位看一下 這次的新品 那邊 就是 UNIQLO這一次在 松菸成品的pop up 然後大家看一下 東西非常多 好不好 非常熱門的U系列 就在那邊 非常多 這邊 就是他們這一次 跟台灣品牌做的合作 台灣啤酒啊 大銅電鍋 這是我自己選的 春水堂 呵呵呵 救救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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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一次呢 一件的售價是390 然後 材質我覺得偏薄 但是 就是可能 當內搭或是當 薄梯算都還不錯 這邊呢 也有蠻多的 擺設 頂泰峰 但可惜裡面沒有 小籠包 可惜 大概就是這樣 東西很多 只是店面稍微小一點 但 逛起來特別有溫馨感 所以大家可以來逛一下 那實際使用下來啊 雖然說 可能無法像我平常使用 大支的麥克風一樣 這麼乾淨 然後這麼 飽滿的聲音 但至少我覺得以GoPro來說 在 環境的吵雜 跟聲音的 呼應上 只要你的人聲 不要太過小聲 我覺得基本上 還可接受啦 不會到 爛到我完全無法用 那除了剛剛跟大家講到的那些 關於收音啊 手震啊 以及它的方便攜帶跟 架設性 之後啊 其實GoPro它這一次第九代 最為人廣之就是它有一個這個 前置的螢幕 這個畫面 這個 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自己的 臉 然後跟 做一些基本的運鏡 那其實很多的這個GoPro9的開箱 都已經有提到說 前面這個鏡頭 它非常 非常的延遲 我目前是用 2.7K去做拍攝 那它就已經有 一點點 些微 的延遲 那在網上開到4K 或是5K 那個延遲就越來 越 嚴重 所以基本上 它是很難當作是 即時 做你要的構圖 但我覺得它的好處是說啊 因為像我自己是用習慣單影的人 所以其實我不太習慣 GoPro鏡頭會 造成的畫面 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 雖然說它不能到很 同步的顯示 可是你可以在 開錄之前 至少先稍微 抓一個 基本的構圖 再開始錄 又或者是你要自拍呀 跟朋友拍照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做一個 非常基本的構圖 所以說 很多人說這個前面螢幕 是一個廢物啊 我覺得倒也不至於啦 就只是它可能 同步性稍微低一點 但對於像 我這種 GoPro的 新手 或是 可能 希望用GoPro 稍微一點取景的話 至少這個螢幕 你可以在 開錄前知道 自己的背後 是怎樣 或是有沒有看到自己的臉 那總而言之 因為 拍到現在 我一直希望可以讓自己的 日常畫面再多一些 但是礙語 單眼真的很重 很難帶 所以這次呢 我就購入了這台GoPro9 然後用下來呢 我覺得 雖然說 買下來也花了我快兩萬塊 但目前用下來 還算是有達到我心中 蠻多 就是 方便的點啦 那 接下來 我自己也蠻好奇 會拍出什麼東西 就 期待 我跟他 只有的火花 總之 Herojo Nice to meet you